鸡蛋营养丰富,有蛋白质、维生素ABD 以及磷、铅、铁等矿物质 还有燕黄素与玉米黄素等抗氧化剂 也是重要胆碱来源 很多上班族、健身者都会用鸡蛋 当作快速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 不过医师提醒,鸡蛋并非人人都能吃 还有可能诱发过敏反应,甚至让人越吃越胖 小周厨日诊所减重专科技嘉医科医师杨志文指出 有患者是蛋料理狂热者 虽然长期以健康餐为主,但却越吃越胖 也有患者饮食上非常注意 但长期感觉身体疲惫,经常全身酸痛 最后经过过敏源检测,才发现都是对鸡蛋过敏 杨志文表示,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对蛋过敏 以为鸡蛋很健康就拼命吃 但忽略了其他饮食习惯 例如蔬菜量、纤维素严重不足 甚至用餐时狼吞虎咽 长期下来造成慢性肠道发炎 导致肠道粘膜屏障受损 加上肠道菌从失痕 才会出现胆吃越多 身体越不健康的恶性循环 而长期摄取过敏源食物 会引发疲劳、关节疼痛、肠道敏感等 慢性过敏症状 同时因为让身体处在发炎状态 导致脑部下氏丘食欲调节中枢失调 引发胰岛素阻抗 造成脂肪堆积 杨志文提出三招 让肠道健康的方法 第一是不吃高脂肪、高糖、高加工食品 第二吃饭要细嚼慢咽 建议每口食物要咀嚼20到30次 第三多补充膳食纤维 保持肠道菌群的平衡 人间福报陈林芳台北报道